在現在你收看的是新聞樓捲風的Live現場 在現在我們就要再回溯就是23個小時之前 究竟高雄市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今天在抽絲剝錦之下 要把這些問題點一點一點的把它揪出來 不過說到這高雄啊 大家看到那管線上面 居然凱旋路底下密密麻麻的管線 可是你可曾知道 這些管線可是高雄市的一個黃金網 因為高雄也是我們台灣最南端的重要的工業城 可是這些黃金網現在卻變成死神網 而這死神網奪走了26條人命 是 立剛 我說真的 我們龍捲風騰隊的有企劃他是高雄人 他不知道高雄下面有這麼多管線 他說今天才知道 我自己 我外公外婆是高雄人 然後我現在我舅舅我姐姐都還住在高雄 然後我對高雄還算滿熟悉的 我這麼多年來我活了四十幾歲 我也不知道高雄下面 是這樣一個狀況 我也到今天才發現 你可曾知道 這一張圖在我們下午的時候 企劃把它弄出來的時候 這一張圖還不是全部的高雄的管線圖 這個其實只有新高石油氣跟中油 這兩家公司而已 光兩家公司的管線圖 就已經密密麻麻的 不在整個高雄了 你看那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狀況 可是高雄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 我跟你講這個還好 中油跟新高天然氣 因為天然氣大家都要用 我們還知道 至少我知道我家裡有天然氣的存在 可是其他那些重化工原料 你知道它經過你家附近嗎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 立剛 你知道光是高雄 有多少家實化工業業者 有多少 207家 什麼 光是高雄有207家 你說有207家的實化業者 這麼的多 你想想看 這邊才兩家 剩下還有205家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管線的構塑 可能更複雜更複雜 滿滿的管線構塑在高雄市裡面了嗎 你可能整個高雄完全密布了 就比如說假設立剛 你今天隨便走到高雄的小港前鎮鳳山 你隨便走到這些工業區下面 你可能腳下就已經有四五條管線通過了 所以就是說我到了高雄 我可能在那個高雄在那邊走的時候 結果馬路的地底下 可能藏了四五條 隨時會引爆的管線嗎 所以立剛你也想到一件事嗎 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在掌控的話 大家都是隨便便 就是讓它的管線放在那邊 你平常都沒有做監控的話 是不是我們有一天走在高雄 我隨時走一走走一走 可能就被炸到天上去了 因為我根本完全沒有辦法預測 我什麼時候會出事情 但是問題是這些管線 也正是高雄的經濟命脈 你知道嗎 光是這些產業 這些石化產業 一年為高雄帶來多少產值 多少產值 7000億台幣 你沒說錯吧 7000億台幣 你意思說這邊的產值高達7000億 這麼多的產值 產值這麼高 是 它占了全台灣 三分之一的產值都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高雄市本身 就有這麼多的產值在這當中 高雄市政府就會擁有 很多的稅收進來了嗎 當然是 而且你要知道 光是這個產值 在高雄養活了多少人 多少人 有16000個人在這邊 這些石化產業工作 那就是什麼 有16000個家庭 16000個家庭 對 要靠這個石化產業過活 所以它對高雄市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可是你想想看 7000億的產值在這個地方 但是高雄市政府 他的公安究竟做了有多少呢 這些拿來的稅收拿來的錢 有建設在這高雄市裡面嗎 還是說拿去放煙火 立剛其實我想問一件事情 這一些管線密密麻麻 在這邊的時候 除了天然氣 我們大家一般民眾都會知道之外 這些重工 石化重工的這些管線 經過的時候 市政府還有相關單位 你有沒有進到告知 你旁邊的住戶的義務 你是要告訴這些民眾 我現在有這個危險的管線 會經過你這邊的 哪一個高雄市民被告知過 沒有 誰被告知過 沒有 我的朋友 我的親戚都住在高雄 他們都沒有知道說 居然那條路底下 凱旋路底下 有那麼多 山多路底下 有那麼多管線 你要通過這些東西 你不需要經過我同意嗎 從來沒有人要問過 然後第二個 這個監控機制 是誰在掌控的 萬一出了事情 誰來負責 到底這些相關的這些機制 我們有沒有健全過 但海濱 管理高雄市政府 安全管制高雄市政府 當然 維護也是這些單位要維護 但是命是我們小老百姓的命 是啊 所以 死掉的是死小老百姓 所以今天很簡單 市政府一定有 他不可懈戴的責任 他難辭其咎 對 然後還有其他相關的 你這些廠商 當然也有責任 但最重要的就是 這件事情永遠不能再發生了 我們一定要相關 主管單位 還有這些廠商 也要拿出一個具體 而且可以實踐的辦法來 讓我們知道 高雄永遠不會再受一次 這樣惡劣的痛苦 高雄真的不會再受惡劣的痛苦嗎 我們從歷史上面可以看到 從民國七十幾年一直到現在 高雄市在 高雄市一直有發生 許許多多的公共安全的狀況 但這一次的狀況是最為嚴重的 不過昨天到今天 你從晚上到了白天 你會看到有許多的民眾 都在講一句話 怎麼高雄有豆腐雜工程 你有沒有想到 豆腐雜工程我們想到的是哪些地方 有些地方 趕工才會有豆腐雜工程 但是高雄市政府 你難不成現在為了拼你的政績 在你趕工之下 你的豆腐雜工程趕工出來了 你的捷運很快的完工 你的高樓很快的聳立起來 但是你的公共安全有做到嗎 你的豆腐雜工程 是否在這一次的爆炸當中 明顯的突現了 立剛 我們看到這幾年來 剛剛講到高雄市的公安 以及建築工程實在是 這個品質 叫人家不敢恭維 是 我們來看看這個觸控上的 這個建築工地 它的唯理的一個 一句的標語 向天地借膽式 建築翻轉程式 聽起來很好聽 好聽 這個原本是建商 未來替立自己 期許自我的 這個工程品質的一個標語 但是諷刺的是 在這個標語背後 標語的名稱是講得很好聽 對 在標語背後 這個圍牆下面的這個地面 難道真的會翻轉了嗎 所以你的意思說 在這個地底下 其實才是一個大的問號存在 對 我們覺得建商 你要去向天地借膽是很好 但是沒有人叫你 真的把我們的大高雄 整個翻轉過來 但建平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嘛 你看馬上天地借膽式 這邊就已經出問題了 為什麼高雄市民 一定要當次等公民 為什麼高雄市民 一定要承受 這樣的豆腐渣工程呢 所以7月20號的時候 下午2點多的時候 就發生這樣的一個 這個路面地基塌陷 當時這個地方是發生在 高雄市的這個 漢神百貨商圈的 這個志強山路 漢神百貨 這麼有名的百貨公司 旁邊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人來人往的一個 這個非常這個 繁榮的商業區這邊 結果發現了這個 工程塌陷你知道嗎 一直到了傍晚5點多 後來住宅路面 突然沉45度的隆起 然後呢 整個住宅的玻璃碎裂 窗戶的鐵窗支架都碎了 然後也歪歪斜斜 甚至很多旁邊的 一棟一棟的這個套體組 整個也跟著歪歪斜斜 一旁的空地 這個工地施工呢 我們才後來 高雄人去查 才發現說原來 是在工地施工的時候 整個造成地基塌陷 工地施工還會地基塌陷 那他本身的基礎建設 就沒有做好 他的擋土牆 根本沒做嘛 他就造成這樣一個 很大的問題 你以為這個是偶發事件嗎 不是偶發的啊 事實上去年11月 跟今年6月都發生過 也就是說他持續一直 有這種公安問題出現 對 尤其是今年6月7號的時候 當時也是大概在下午的時候 到了晚上 下午6點到晚上7點多的時候 就發生這樣一個事情 當時呢 志強山路的這個路面 也是一樣 坑洞 本來是小坑洞 後來底下開始冒水冒水 不斷的這個冒水 冒水表示地基裡面 已經有水滲入了 一直塌到晚上的這個10點多 這個塌陷的範圍和坑洞 越來越大 擴大了之後呢 變成長20公尺 寬7公尺 剩1公尺的這個大坑洞 你知道嗎 這麼大一個洞啊 對 所以後來當時 連卡車都可以掉進去 當時高雄市政府建管處 去看了之後 研判可能是因為 當時這個施工單位 因為他這個連續壁的 這個崩孔 他整個進行止水工程 然後呢 他就沒有想到 這些工程的影響性 去做好一些防護的設施 結果造成 他這樣的整個地面的 這個崩落 然後造成他旁邊的 這個施工的這個路面 鄰近 全部這個地基都往下塌陷 你看畫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這些畫面 路面全部隆起 然後再來呢 你看馬路隆起 連家裡面的牆壁 神桌後面的牆壁 都龜裂了 所以下的附近的 這個民宅啊 住戶啊 幾乎20幾戶 全部都奔逃而出 然後對建商 還附近的施工單位 又氣又罵又怕 但靖平我問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高雄人 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為什麼高雄人 永遠要承受 這種公共安全的危險 為什麼高雄人 每天都要活在 這恐懼中呢 活在這個施工的印象 不是居民願意的 但是高雄市的父母官 高雄市市長 陳菊花媽 他後來隔天上午8點 也到了這個現場 去視察 要求施工單位 你就要 把他緊急補救 搶救回來 盡量恢復這邊的平靜 和路面的 順利的這個通車 因為交通都管制了 結果你以為 這些施工品質 就已經改善了嗎 有嗎 那高雄有變好了嗎 沒有 這種狀況呢 反而更糟 所以一個月之後 我剛剛不是講6月7號 7月10號又發生事情 怎麼接種回事 20幾戶的居民 根本沒辦法住下去 就是這樣 接種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這種事情 那除了建築的工程 其實高雄之前在 新建捷運工程 也是問題一大堆 高捷好像一直在出狀況 高雄捷運在2004年 當時我們全部都在 當然關注的焦點 自從台北捷運之後 後來就趕到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在2004年7月7號的時候 在當時捷運局線 西子灣站那邊 附近也是在那邊施工 施工施工之後 接種 結果他旁邊的這個 四棟這個三層樓的房子 全部塌陷 等一下 你注意 這個房子幾乎整個塌掉了 你有沒有看懂 這是在捷信二街附近 還有這個 他臨近旁的一個工地 全部都塌下來 嚇得那些住戶也是 附近也是覺得說 捷運怎麼會施工到這種地步 你知道嗎 結果當時後來去查說 原來一開始是滲水 滲水之後又發現滲沙 而且滲漏的現象 逐漸的擴大 你知道嗎 你注意 那個房子的一樓 已經快變成 二樓快變一樓了 整個塌陷下去 連這個牆柱都已經不見了 全部都塌下去 一樓變成地下室了 然後來 將近一公尺的 這個坑洞都出現了 最後當時廠商就去進行 這個沙包的堆田 連續的這個 抵押了灌漿 他們走在那邊 你看 塌陷止住了 結果二樓的招牌 已經變成跟 一般工程人員 站的高度一樣了 就治標不治本 後來交通不海成立 高雄捷運工程 施工的監督小組 發現說承包商 竟然為了節省成本 結果呢 當時用來固定 整個地基 還有包括它的 穩定水質 水壓的那些 所有的 它的連續壁厚度施工 根本不足 用來觀測水 它的一個變動的 整個關水井的 這個密度都不夠 那這樣擺明 就是偷工減料 對 偷工減料 你連續壁的部分 都在偷工減料 整個工程做出來 當然會崩塌 所以要求高雄市 這美金高潔改善狀況 你以為有改善嗎 結果也沒有 沒有記取教訓 只為了趕工 不扯手段 只為了趕工 只想要趕快 把表面的工作做好 到了2005年的時候 在大順路跟這個 他們那個中正路 又出現了 更大的一個塌陷 你注意這個塌陷還真大 所以我們回顧過去幾年 高雄市的這個公安品質 還有公共工程 不管建築工程 捷運工程 高雄市政府 你經過這一次的這個爆炸UI 你真的肩膀要硬起來 好好的監督你高雄市政府 各個下面的 不管是路 或者是捷運 各個管線 或者是各個施工工程的 這個監督品質 才能讓高雄市民 免於活在恐懼的陰影當中 真的硬得起來嗎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事情發生 接二連三到現在 高雄市民真的可以免於恐懼嗎 我也不相信 因為現在的政府 小雄市政府 你根本是螺絲鬆掉了 要不然怎麼會發生 這麼嚴重的狀況呢 等一下我們休息回來 會要請Live連線 由高雄的民眾 告訴他們 告訴所有的觀眾 他們高雄人的心 是多麼的痛啊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